事不及时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所以就有请盈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她在新加坡的创业经验 有请盈盈 好的 嗨家人们 我是盈盈 客道话我们就先不说了 什么下午好了 然后周末了 就是今天就是一个好日子 然后呢 我就是简单先从介绍开始吧 我是来自中国大东北吉林美丽的大城市 百山市 但是是新加坡新移民 因为我是新加坡媳妇 也是新加坡红娘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是嫁给一个新加坡本地人 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 所以成为一个新加坡媳妇 然后呢 为什么是新加坡红娘呢 因为在新加坡城市红娘行业已经有13年了 要一直在帮助在新加坡境内的单身人士 找到理想的另外一半 为了让大家能更快的速度了解一下 为什么新加坡红娘 对于红娘的一个工作性质和概念呢 分享一下网站 让大家可能简短了几秒钟的了解一下 稍等一下 大家看得到吗 可以看得到 看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的红娘网站 因为我们的服务有包括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在这边看 我们有约会服务 有单身活动 还有一些情感顾问 性格测试等等方面的 因为我们 你看我们最近 蛮多活动的 就从创立到现在 已经安排了多少次活动 多少队约会等等 等等 嗯 嗯 然后我们的一个成功案例 啊 他们怎样 步入婚姻 步入婚姻 多长时间等等的 嗯 这个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活动 单身活动会有 嗯 哪一类型的单身活动 如果想要了解的话 嗯 建议大家去浏览一下网站 在这里我就 不要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了啊 对我就把这个关掉 所以稍后我们就分享一下这个网站 然后呢 嗯 我开始分享一下在新加坡的创业 嗯 遇到了什么问题 然后就是在这段时间有苦有甜 嗯 因为我从2010年 嗯 在新加坡开始了创业 嗯 直到现在 在创业那一刻起 我们就是受新加坡 家庭发展部认证的一个交友公司 啊 因为有有酷有甜呢 就是从2010年创业到现在 遇到了一些 嗯 小问题 一些一些是 高峰期 还有 怎么说一个静止的状态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 嗯 突然间 对于交友软件 很发达 开始了很多交友软件 在2015年 很多交友软件已经面试了 所以对我们的实体方面打击很大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 真的是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人会对于交友软件一个新鲜度 他们都会选择在家里啊 躺在沙发上啦 或者是在工作 呃 休息的时候啊 在回家的路上啊 都会拿一个手机在那边看看呃 交友软件跟一个陌生的人去聊天 然后翻翻他们的呃 呃背景啦 简单介绍等等 对于实体方面 他们就暂时说哎 很老套了啊 我不要弄传统了嗯 所以他们就开始 但是呢 这段时间刚好我们政府会对新加坡这些行业有一个支持 他从那一刻开始就决定 他们要帮助我们这一些嗯 实体行业 所以会给了一些建议啦 给了一些嗯 津贴来帮我们度过 嗯 大概两年的时间慢慢慢慢的我们又恢复了高峰期 因为大概2016年17年的时候我们又恢复了高峰期 为什么呢 因为呃交友软件遇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有人会分享他们 他们在呃 呃遇到了男女朋友 所谓的男女朋友 他们的真实性 他们的背景真实性 哪怕说他们真是年龄都不知道 约会约会约了几个月发现 咦 他几岁啊 呃 他的家庭条件怎么样 甚至他的工作全部是假象 或者是有一些呃 女孩子讲呃 呃交友软件大部分都是约炮的啦 呃 所以不值得说是脱货终身的 然后慢慢的我们这个实体的又恢复了高峰期 但是呢 维持也不久 因为呢 2019年疫情来了 所以疫情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打击 所以2019年疫情开始时候到今年年初 呃 有一段期间不是居家做工吗 居家做工对我们约会来说实体约会来说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就是没有人说这段时间想要说来参加一对一的约会 因为每个人都害怕都害怕说哎 我见面的这个人他有没有说呃 一个潜在的危险性 就他有没有说确诊啊 或者是哎 他有没有做那个ART test啊 然后要求多多的 但是活动方面呢 政府有限制只能四个人呢 不可以超过五个人呢 然后慢慢的只能十个人呢 所以对于活动来讲也是一个很难进行 但是 苦了过去了甜的又来了 也在今年四月份政府放宽了政策慢慢恢复正常 我们的活动开始恢复以往了 以往就是说疫情之前嗯我们从十个人恢复到十五个二十个三十个所以近期的活动可以恢复到四五十个人所以已经恢复了正常 所以为什么我当时会选择说在新加坡创业呢 而且为什么会选自己出来创业呢 因为我是新加坡媳妇我也没有办法 说哎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创业呀 因为我的家在这里啊 所以在为什么自己创业呢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说工作过 所以说可能是好命 因为毕业了学呃学业结束过后就直接步入了婚姻 因为我属于说早婚 但是哎呀对于中国人来说也不属于早婚了 二十六七岁结婚也不属于早婚了 但是对于西加坡人来说哎你还是早婚的哈 啊因为他们都晚婚晚遇嘛 当然是也有是一系列的问题了 到了生育的时候会遇到麻烦呀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二十六七岁已经到了说婚姻的问题 婚姻的年龄如果那个时间不结婚的话 会很多人会质疑你是不是有问题啊 啊所以我就哎蛮蛮蛮早 对于新加坡来说蛮早结婚的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去某个工作场所打工 嗯因为也没有信心能可以在嗯 那些所谓的或者听闻的复杂的工作场所 去应付嗯所以我选择了自己做老板自己创业 自己为自己做主 嗯 所以就查了一下嗯标查一下新加坡的各个行业 然后了解到新加坡的人口数据 所以一直在下降 然后新加坡一直在鼓励啊 说这个行业所以我又对红娘这一个行业很有兴趣 为什么呢因为老爸说了 宁可猜十桌庙也不破一转婚 因为这个就是说对人间那个婚姻是值得尊重保护的 婚姻是人生大事嘛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说哎老公的支持在新加坡就成立了这个行业 所以一做就做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我能说对这个行业一直还很有 有兴趣的 未来能做多久 我是想要说一直这样做下去 能促成更多的啊伴侣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能在新加坡做这个行业 嗯 会让我自己更快的融入新加坡社会 啊了解能接触在新加坡的各行各业 能了解在新加坡内的中国人在做些什么 从事什么行业他们的生活方式 社交群体等等 嗯 所以我我们现在公司的一些会员 或者单身人士或者一些合作官 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国群体 啊全部都是有中国背景的 那是中国移民有可能是游移民 有可能说是在新加坡的 创办了一些家族办公室啊 他们拿的是工作准证等等的 所以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 嗯 就是因为这样子 呃所以说在新加坡 从意义好与坏都不重要 所以我们要说有我们华语的词在新加坡做是问题 语言也不是问题 嗯 所以一个行业呃 新加坡政府制定一年给那些单身人士一百块钱 政府政府政府提供的 政府给新加坡单身人士PR啦 永久居民啦 只要你你愿意说免费注册 他们就会在你的户口里面就是所谓的一个新趴啊 他们就会在你的户口里面存一百块钱 就让这一单身人士用这一百块钱来参加啊 我们这种受认可的机构啊 像活动也可以啊啊 呃约会也可以啊 如果说嗯 他们政府会支持鼓励这些单身人士啊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政府支持我一直都做到现在 然后很多呢嗯 单身人他也是愿意说来尝试一下嗯 实体 所以已经打破了那个传统相亲模式 嗯 然后自己创业呢 也有很多好处了 比如说我的时间很自由啊啊 啊 我本身我自己有三个孩子 但是孩子年龄都不是很大 但是我可以说安排好我的时间啊 来陪伴我的孩子成长 然后在闲暇的时候 还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一些事情 来充实自己 有兴趣的 或者是上一些课程 来提升一下自己 等等等等方面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创业的好处 所以在这个创业的这段时间 有苦有乐 所以要看自己去怎么去衡量 对于我来说 可能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好一方面了 但是难免创业会遇到挫折 但是我相信说 我们有信心度过那个挫折的一个阶段 迎来的就是我们的高峰期 所以可能分享这么多 就是我自己在那边 讲一些自己的一些事情 可能到了分享的尾声的时候 可能会给大家一个小记忆 就是说不管在新加坡做什么行业 只要通过正规的一个平台 能协助成立一个公司 并安排相关的事项 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而且发展的空间特别大 再就是说 我现在也来寻找合作伙伴 希望未来创业的那个你 在新加坡能有合作的机会 比如说可能说在于餐厅 或者是其他方面 会约会 还有活动 等等等等方面 相信合作的机会会很多很多 所以在这里也会说 呼吁那些单身人士 是那些有一点 IT方面的 现在都是游戏狂嘛 不要在家里一直打游戏了 出来吧 出来交交友 玩一下 然后迈出你的第一步 你未来的它 就离你不远了 所以就 我分享就目前到这为止 然后接下来就交给另外一个 好 非常感谢盈盈的分享 现在我们有请朝元女士来为我们分享 她在新加坡 为我们改善我们世荣的经验 谢谢 改善世荣 这个帽子好大 我怎么没有早一点认识盈盈 真是还害我去那些网站 一点都不靠谱 OK 好 大家好 我是朝元 对 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八年了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 屏幕 有没有成功呢 共享屏幕 看到了吗 可以看到了 但是我还没有 稍等 OK Done 好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公司 专门放了一个美女的图片 但其实它的重点是旁边的这个防晒 OK 我们公司呢 叫Anti-Aging Lab 怎么不动呢 它 Anti-Aging Lab 是一间护肤品研发公司 然后Beliveon呢 是我们的brand 然后除了护肤品之外呢 这个植物的增发产品啊 还有一些保健品也非常受客户的喜爱 我们也为一些美容企业呢 提供产品研发的私人定制 还有为客户提供个人推荐 同时呢 也为美容从业者呢 提供一些护肤 培训 以科学养肤和精准护肤为基准 不限于护肤品和美容院的按摩 也给予医美建议 能够精准地解决客户的问题 曾经呢 我们也从事的是美容院服务 我们以前是线下的 然后由于疫情的影响呢 现在全部都投入线上了 所以这个转型其实不容易 这个转型的话 其实有赖于新加坡政府 给予的一些很多及时的援助 在新加坡的话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公司 有申请过什么样的政府津贴 如果有朋友想要在新加坡 设立公司的话 其实你们也可以申请的 好 在新加坡相对来说呢 创业我认为是比较容易的 除了有完善的这个流程之外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 还有他一些相关的服务 非常的全面 而且很便捷 我们线下跟线上 其实是两个战场 线下呢 我们是及时收益 当天就知道 你收了多少钱 对吧 但是线上就不一样了 线上的话 我们需要购买很多器材 我们需要很多购买一些软件 还要雇佣一些专业人士 还要学习新的技能 所以其实 我们有很多这个试错成本 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 反正我们就试试看 这个成本其实挺大的 但是很贴心的是呢 这个试错成本呢 政府都帮我们补贴了 好 所以我来跟大家讲讲 这个生产力解决方案津贴 它呢 只要你本地股份有30%就可以了 本地股份就是说 你是一个新加坡人 或者说是一个PR 如果您不是的话 您就和一个新加坡人 或新加坡的PR合作 它只要持有30%股份就可以 然后呢 这个公司要在新加坡注册 而且你购买的 这个生产力解决方案呢 一定要在新加坡使用 这个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做到的 好 所以我简单的来讲呢 它就是帮助公司实施 技术解决方案的津贴 它提供了高达70%的资金补助 好 也就是说 比如说好像零售业啦 食品业啦 或者是搞物流的 我们都有软件需要的吧 我们需要一些 比如说IT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客户管理系统 财务系统 数据分析系统 还有库存跟踪 然后电子商务 就像Warren做的电子商务 这些的话都是不便宜的 这些软件都是不便宜的 那么政府的就是 我们买这个软件 政府呢 他会给我们津贴 每一项最高高达70% 然后呢 他会给我们买三样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需要 我去年我买的就是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比如说的话 那个电子商务 整个的做下来需要一万块 那么我去申请 我最高可以拿到七千 政府会给我支持支援七千块 我只需要付一个三千 那么今年可能我想要再申请一个CRM 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就是客户端的一个系统 我如果申请这个 比如说他也价值一万块 那我申请如果成功 最高我可以拿到七千的补助 政府会帮你 让你申请三个 就是说你不能什么都要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所以就是申请三个 三个的话 政府的话 今天你三万块 最高达70% 那么这个今天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在这个网站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Nia的这个网站 非常的仔细 讲的非常仔细 申请呢 是在这个网站申请 可是呢 当时申请的时候 我发现有十多页 你要自己写 还是挺麻烦的 就是就算是英文好 可能有一些问题 它也是有点模棱两可 你不清楚怎么样打 最好是找专业人士 好 我个人觉得就是Warrant的公司 你们可以去咨询一下 然后呢 这是我今年刚刚申请的 另外一个津贴 也对我来讲非常的有用 SG United 职业中期途径计划 好 这个的话就是说 主要内容就是 一样 它的申请条件也是一样 就是30%的本地股份 好 然后呢 您的公司可以聘请本地人才 但是一定要40岁以上 40岁以上 大多数会遇到一个 就是40岁左右吧 都会遇到一个职业瓶颈期 是不是 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也想要转换赛道 然后呢 刚好又遇到疫情的原因 所以很多中小型企业呢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 这个专业人才流失的这种状况 所以的话 这个真的 这个计划真的是又对 中小型企业有利 又对个人有利 所以呢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补助呢 我们招收到一个人才 他补助什么呢 政府会补助你 薪金和培训资金 就比如说好像你要 邀请到一个本地人才 你邀请到他以后呢 薪金你设在 不管是4000也好 5000也好 6000也好 政府呢 会给你3800最高 3800的70% 70%也是最高高达70% 一般都会OK的 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原因 行业的不同 比如说你是证券公司 可能只给你支付50% 好 我们的行业呢 是70%给到完 我们美容行业好 然后呢 所以就说这方面 当然你可能要给一定的 这个培训 因为他可能是转业人 转换赛道的 这个培训呢 政府他也会抽查 问一下培训结果怎么样啊 工作情况怎么样 如果一切都OK的话 政府会资助你这样的一个资金援助 长达6个月 就是说 比如说我好像我请了多一位 我请到我们公司的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我请到以后呢 我薪水3800 政府就给我2660 我才花不到1200每个月 长达6个月的时间 而且这6个月的时间 我不需要交公积金 不用 不用为 这个新的员工交公积金 当然6个月之后 你需要给人家交公积金 所以这个其实为我们这个中小营企业就是省了很多钱 我总共算了一下大概有16000 半年的时间大概省了帮我们省了16000 这个其实我们用这个16000可以做很多的营销策略呀这些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 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们大家可以通过这个WSG的网站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如果您不会英文也没有关系哈你就copy然后你去google translate 然后paste看一下也是可以读得通的 然后在这个网站mycareerfuture申请 不过这个的话我真的是强烈建议大家请专业人士去问一下郑总哈 这个应该怎么样申请因为这个真的特别麻烦你要提交的文件非常多 你甚至要提交你的培训资料什么这个申请人的这个公积金啊还有就是 是培训老师的resume就是你的培训老师合不合格也要看的 好 所以这方面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去请专业人士 能讲到这边的话跟大家说一下灵活办公 在新加坡我觉得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在我的很多这个朋友啊都是他们的公司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尤其是在疫情之后这个方式就越来越普遍了 然后他是怎么样的就是比如说好像我们公司我们是没有财务的 我们就是一个财务软件就像这个myob 我们用了这个财务软件然后财务公司每个星期来把我们整理自己 我们只需要做打单然后监督就可以 好然后呢我们也没有inventory就是没有仓储 以前做线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inventory manager就是仓储管理员 一定要有的还有我们要有自己的配送员 还要有自己的客服这三这三个是一条线的 但是现在都不需要了因为现在很多的仓库都有完善的仓储系统 他们不但可以帮我们存货 还可以帮我们一键待发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有有什么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下去一下解决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不需要 专门 雇用一个场地来租用一个 租用一个地方然后租用这样的几位员工 来帮我们做 而且同时我们 不需要 固定的客服 以前都要有这客服都是自己的 然后现在的客服你看在新加坡 你要找马来西亚的客服 你要找越南的客服 你要找菲律宾的客服 你要找中国客服 非常的容易 你要中文也有什么语言都有 你要找英文也有什么都可以的 然后呢这些客服同时这些客服 几时在线 几时下线 几时回复 回复的时间长短和多长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就是 非常的便利 好 然后还有呢 我们公司没有专业的文案人员 我们没有请一个人 坐在公司帮我们写文案 然后或者 这个social media就是社交媒体 做 如果你的公司有产品你要做线上的话 社交媒体的维护 是一个常规操作 就是一般来说 都是要雇一个人 做的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都是外包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抖音 我们的 这个是视频号 小红书 公众号 好这些全部都是请外来人才 非常多的量 虽然效果还没有看到 但是呢 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个过程 还在转化当中 接下来的话 这是我们的Facebook Instagram 微博都有 好我们都是请外来人才 而且就是 在线上讲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固定人才 我要跟大家表达的是什么 我要跟大家表达的是 用这样的一个灵活办公的方式 他节约了我们很多的 管理成本 节约了很多我们的人力成本 所以我认为在新加坡创业的话 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 OK 想到这边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新加坡家族办公室 这也是目前非常流行的 很多人都提到 这个呢 我跟大家分享两点 一个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架构 第二的话就是怎么样来操作呢 首先的话家族办公室呢 它是在 2019年4月份的一条 税法 针对呢 他针对的是全球 高净值的投资者 不是单单 针对中国的 这个 投资者 然后比如说的话 这两位 老人家 你们可以看到 一个就是 James Dyson 就是 戴森集团 这个发明家 你看到后面有个涡轮的就是他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雷达利奥 他是 桥水基金的 创始人 他们都已经在新加坡创立了自己的家族办公室了 在这边也就说的话 我们都可以就是中国 我们大陆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都可以来 尝试 这个税法呢就是说 通过 自己家族的基金在新加坡所有的投资 他的回报都是免税的 就是这个税法就是说 你的基金放在新加坡 然后你在这边做任何投资 任何的收益 全部都免税 而且会发一个 免税的一个牌照 所以这就是一个喜大普奔的一个好消息 对于 如果你有家族企业的话 可以来这边发展 然后呢 怎么样做呢 就是 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 同时可以 这个新加坡家族办公室 同时可以获得一个新加坡的身份 就是Employment Pass EP 好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怎么样操作 就是你首先你要 创办两间公司 第一间公司呢 是一间基金公司 放钱 所以你所有的基金要投资的基金放在这个基金公司里面 另外一间公司呢 他是 管理公司 这个管理公司来管理基金的 这个公司 放人 好 所以也就是说的话 通过这两间公司 一间是咨询管理 然后这个咨询管理呢 他来 里面放人的来申请EP 申请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身份 EP申请到之后呢 就管理自己的家族基金 然后又是免税的 通过这样一个架构呢 就做到自己家的基金 自己管着 然后又拿到一个新加坡的身份 好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的话还是百利无一害的 OK 当然他具体的金额是怎么样 他是蛮高的 这个的话我们留给 郑和 我们BNCS来跟大家分享好吧 以后如果大家有机会感兴趣的话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来新加坡创业的一些优势 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帮到大家 好的 谢谢 我退出一下分享 好了 请主持人 非常感谢 Anne来跟我们今天的分享 相信我们大家学得了不少 不只是学到了他的如何创业 也学会了有关于Family Office 及办公室的一些 常识 好 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交流时间 也就是问答时间 不知道大家对刚才两位美女的分享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想问 请大家发言吧 我想问一下那个曹元女士 你讲那个社交媒体外包啊 就是你在中国大陆经营这些抖音小红书啊 你是透过怎样的拐道找到这些外包的人才 一定要通过朋友介绍 就是你 比如说好像你现在认识到我了你就可以跟我问我 你是找到怎么样的人呢 我就有一些优秀的人才就可以介绍给你 还有多一样的话就是 其实Warren帮了我很多 他就是郑和 他介绍了很多相关的一些人才 你看到他的简介吗 他是心中的这个接洽 专门接洽企业合作的 这方面的话 其实帮了很多 他在中国的一些团队 也帮了我很多 就是那你是怎么样支付他们 是算小时算的吗 还是每个月给他薪金还是怎么样 按篇算的 一篇 而且按字数算 一篇的字数多少 这个市场价格到时候你真的做到的时候 你可以来找我告诉你市场价是怎么样 然后也要看他的品质 品质的好坏 慢慢你就了解 他的水准大概在什么程度 而且我们还可以挑选 也不要害怕 这个做一下做的不好了 没关系的这个流动性很大 但是呢做的人非常多 OK 谢谢 没问题 我可以问盈盈吗 我有非常多朋友 还是单身 那你现在 就是现在咱们 还有办什么活动吗 对呀 我接下来要办蛮多活动了 要看个人的需求而定了 比如说 室内活动了户外活动了都有 针对每个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决定要参与哪一类型的活动 OK好年龄有限制吗 一般年龄 一般年龄都会在21周 至55岁 当然要看对具体的活动而定了 比如说我们的主题 可能 更能吸引年轻人的话 我们就会专注 这次的活动 年龄限制 就是上下10岁 或者是啊 有一些可能 high tea啊 等等的活动 可能适合说 比较安逸 喜欢坐在那边聊天 然后舒适的 反正我们可能年龄就会设置到 可能30 到35岁 或35岁到45岁 所以不会说一个20多岁 跟一个50多岁的人 在一起 我们都会有一个年龄限制 但是不会说 特别要求 就是会匹配好 你们是先筛查一遍 对 而且男女比例的话 我们也会有一个调整 就是我们尽量会保持到55的比例 就五个男生 五个女生 不会少于16比例 OK 好 谢谢 好 谢谢你 草原 你直接就帮你的闺蜜问了 被你猜到了 请教太多优秀的女性 男性的话就比较少了一点 那就是最大的问题 还是男性都躲在家里 咋一难呢 没有 每个都在玩游戏 这个也是问题 其实要找到专业机构 我年轻的时候 去过那些网站 都觉得太不靠谱了 真的是很多骗子 还是要走这种专业的机构比较好 我想问一下 你的经验里面 有没有人比较那种 通过长途约会 最后成功的案例呢 比如说一个 比如说马来西亚人跟新加坡人 或者说新加坡人跟中国人 有长途长年来的 那种我们会称为跨国婚姻 所以跨国婚姻 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讲 是很平常的 很常见的 比如说打一个比方了 马来西亚人在疫情的时候 他们出不来 没有办法出来新加坡 我们首先会分享 他们的基本资料过后 然后交换联系方式 然后让他们自己先了解对方 然后看看生活 一些兴趣爱好等等 让他们自己先聊一轮 然后适当的时间跟地点才见面 可能见面那一刻 那火花就来了 或者中国籍的也是一样的 中国籍也是一样的 因为可能是疫情 因为现在疫情 真的是限制很多 所以没有办法在短期内 面对面的去见面去聊天 我们就会通过视讯啊 或者是微信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平台 让他们先做一个了解 有成功的案例吗 我想问一下 音音有成功的案例吗 跨国的 比如说新加坡跟中国 我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啊 对吗 我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在这里啊 所以这个就是 这样您跟您 这样您跟您夫君是怎么认识的 是网上认识的还是他去中国做生意识认识的 还是怎么样 这个先卖个小关子吧 如果说你想把你的婚姻啊 或者是你的感性就先解决了 然后我才会分享我的 嗯 这个先啊 留作一点点的 嗯 算是一个小秘密 可能慢慢就变成一个公开的秘密 就你看啊 话说回来 嗯 在十多年前都有这种跨国婚姻 现在中国人来新加坡创业工作 人越来越多 嗯 而且你看 现在来分享一下 你在新加坡 比如说 嗯 我昨天看到一个报章 嗯 这个报章是统计 在今年 去年 今年 他们中国 就是我们中国人在新加坡 嗯 成立的公司 或者是购买的房产 占于新加坡的 可能7% 10% 然后多于 说一定的数额 嗯 他们在新加坡投资房产有多少 嗯 所以这个 真的是数据很惊人的 所以中国发展越来越快 然后很多人会选择在新加坡创业 为什么会选择在新加坡创业呢 就是 没有什么一个 太大的一个挑战 嗯 语言方面呢 还是说 经理方面 再就是 可能像郑总这样子 会有一个 嗯 中心接洽的一个方面 更容易搭一个桥梁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 所以只要我们 哎 接触到了这个桥梁 很容易就在新加坡 创起了自己的 啊 心目中的那个企业公司 所以这些呢 都不是一个问题 特别是跨国会议 也是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 因为没有阻碍 没有什么背景啊 嗯 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啊 等等的 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 哦 谢谢 啊 剩下的还有哪有 啊 啊 啊 所以有什么方法给他们多一点增广他们的交流圈 还有什么方法让他们多一点吸引力 就是把他们的charisma对不对 把他们本身提高自己的吸引力 花香自然蝴蝶来嘛对不对 所以最好是把自己弄得美一点 这样才有才有才有多一点吸引力 你觉得呢 啊 这个这个方面啊 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但于说是呃 交际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环境当中 因为太多人他们的社交圈只是说异性很少啊 比如说工作呃 的一些场所环境或者他们平时的出入场所 他们接触的异性比较少 所以在于呃 这一方面他们就通过说某些平台去认识异性 怎么去吸引那些人呢 就是你打个比方就是说一个女孩子 你要吸引对方 你首先第一印象是给人的什么外表 你的外表要很精致 所以才会说吸引到男人的眼光 这个外表怎么去着装怎么去打坏怎么去护肤 可能就要交给这位优秀的女士 她会帮忙说给一些建议啦 什么小护肤的一个小窍门啦 小秘诀啦 然后等等方面的 只要女孩子在外表上面啊 着装精心的打扮一番 就自然而然的会吸引吗 蝴蝶自然而然就来了呀 对吧 这个就是说呃 对于很多的呃 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 他们在外表方面会觉得 哎我要呈现的就是我的自然 美我的舒适的那一面 但是往往人们忽略的就是说第一印象第一感觉 就是在于外表 你没有接触到这个人之前 没有深入的了解的时候 你外表是最重要的 他的分数是最高的 嗯 所以就要就要怎么去引那谷底 就要请专业的人士啊 安女士 可能他会给一些护肤 英女人男人也是一样护肤真的是很重要啊 所以就是在这基本的上面可以说 嗯去做一个小功课啦 好的谢谢先把自己弄得像像一点了 啊对对对对蝴蝶自然而然就来了 好呃 这刚才英也说了要吸收异性这个这个 这个令蝴蝶就要让自己美一点这样 呃可以请呢安来跟我们呃 分享一下 这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要怎么样打扮自己 还有办法更加招风影蝶呢 他招风影蝶 你要招的是招的是好的 不要招来的是烂桃花 我觉得盈盈就很会塑造自己的形象 我觉得就清纯 你是清纯感就非常的好 所以就看你要在什么场合 如果是像今天的这个场合 我们就可能大家就会比较轻松一些哈 我们就可以呃呃 干净整洁是最主要的 然后对我来说呢 男生的皮肤都比女生厚一些 好大概都会厚一点四八倍 所以接近了多一半呢 接近比女生的皮肤要厚一半 所以男生的皮肤是不容易长长皱纹的 但是男生的皮肤很容易出油 所以我们最怕油腻大叔 男生就要多用一点那个 去油的产品啊 然后这是我们男孩子 让我们女孩子呢 就因为可能很多时候 现在哈敏感肌特别的多 以前像我们上一辈 哪里有什么敏感肌 就是因为造的太多了 放太多了 反倒把自己的皮肤弄敏感 我们女生呢 其实比较提倡的是精简护肤 每天不需要太多往脸上擦 然后也不需要什么二次清洁 你的皮肤再油 也不需要二次清洁 我们的脸的话其实洗干净了就可以了 即使是化妆 然后你只需要用卸妆油卸掉就可以了 有些人不舒服 他可能要再来一次卸妆水 其实他对我来讲都不需要 我们一定要精简护肤 我们的皮肤呢 它是有天然的防护能力的 好 大家先讲这么多吧 要讲太多了 谢谢 还有其他朋友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好像有人在查询 对 这个 Edison邀请我们大家在linkedin 跟他一起交流喝茶 Edison也放了他的linkedin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点击一下 然后去add他们 好其他几位朋友 冰音不好意思 就是你刚才提到一个资讯 就是说每个新加坡人都有这个100块的津贴可以用 请问这个市场怎么样去使用 这个就是你要去到家庭发展部MSF旗下的SDN的网站 然后去成交你的NRC 然后大概几个工作日 他们就会说批准 所以在你的账号 就是在你的名下 NRC名下 就会自动有这100块 但是在他们这个促销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100块来参加 像我们这种受认可的机构来参加活动 或者是我们有跟他们配合到 一对一都可以 具体来讲是一年一次 他什么时候开放 他不会说是一整年都开放 他会给你开放一段时间 比如说之前的都会说一年 从一年一次变成一年两次 就是年头一次年尾一次 所以在新加坡的单身人士 他们都会说自动在这个期间 他们的账号里面都会有100块 所以这些就是说在新加坡政府 他们会支持的一些中小型企业 来面对他们一系列的困难 或者是帮助他们走得更好更强 所以政府会做出一些措施 所以你可以去试试看 在他们的网站上 SDN家庭发展部 你查了他们的网站 你会自动跟着他的步骤 去提交资料就可以了 好 谢谢 谢谢 你可以问一下政府以前有那些SDU这些 对你的生意有影响吗 还是会对你的生意有帮助 因为SDN是SDU的前身 就是后身 前身是SDU 然后过后他们就把SDU转换成了SDN 因为会比较有一点 可能社交的一个基因 怎么讲 一个存在了 就是说会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SDN要做的东西 就是让他们给他们一个 说白了就是给他们一个台阶 让他们用这个社交去下个台阶去交友 SDU就是太过于传统的乡亲互动 就是那种我们一直讲的speak dating speak dating 就是可能好像中国区域会讲八分钟约会 五分钟约会 就是那种性质 可能转换成SDN就是更多的年轻人会接受 所以他们一直在approve这些年轻人 或单身的人群来参加这些交友活动 这样的话会增加说 他们会政府会想要说 以这种方式来增加新加坡人口 所以他们为了新加坡人口 就是一直会去帮助这些企业 或者是会帮助那些年轻人 去推他们出来做交友 所以SDU跟SDN其实性质上是一样的 因为SDU创办的那一刻 是李光耀先生他做的决定 然后慢慢的会成为家庭发展部的一个管制 后来他们会从政府那边 然后分发给个人 原本SDU就是一个政府部门 他们是政府部门 他们就会觉得太过于限制 说他们的能力有限 所以他们就要分发给个体 但是在分发给个体之前 他们会有一系列的规定 我们必须要达到他的那个目标才可以 我了解 以前SDU是讲说名声不太好吗 说single desperate and ugly 就是又是单身又是难看 又是desperate怎么讲 我说desperate怎么讲 猴急吧 猴急 是猴急吗 即可 或者是即可也行 所以是我们那个名声不太好 single desperate 就是有些单身人是觉得为什么我要去参加 不过我几个好友也是通过这个平台 找到他们的自爱 还有也是结了婚 所以桃宇也是 你那方面美容院新加坡有几间 我们已经转线上了 已经转型到线上 对对 线下有几间大概 我们之前 之前线下的话有两间 我是说你的竞争者有几间 竞争者很多间 很多间 好的 对对对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是说所谓的不方便发言 可以留言 然后我们的主持人可以在这里带问 Grace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请大家尽情发问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很难得请到的这两位 企业家都可以为你们解答问题 我有什么事 你要问什么 听到我吗 听到听到 什么问题 谢谢你的推荐 谢谢你和安 我们的两位创业者的分享 我真的学了很多 特别有关新加坡红娘的服务 然后一些详细的 她跟我们分享 公司的起伏 我真的受到很大的一些鼓励 或者是真的很好的经历 也谢谢安 跟我分享了一些 政府的一些 精确的一些解决方案 学到了很多 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还有谁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再多待两三分钟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这样也不用说 太花大家时间 可能这次的会议呢 因为是还是中国国庆嘛 我们已经 我已经忘了 这个星期还是中国国庆 七天小假 对不对 到8号 所以说这个也是可能